哎 我回来的江堂 赶紧拿着你的东西 滚出去 妈 你这 还有这些 全部都给我拿走 妈 小妹 不是 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们为什么非要跟我走啊 嫂子 实话跟你说吧 等我们老家呀 拆遷了以后 我们就是有钱人了 你看看你 浑身上下一股穷酸味 哪里配得上我哥呀 我奉求你 赶紧收拾好你的东西 给我滚蛋 我不走 就算是要走 我也要等小妈回来 你敬酒不是吃发酒是不是 妈 走 不是 你们干嘛 赶快一走 妈 那黄脸婆可算是走了 天气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的 就是 妈 小妹 我回来了 哥 你回来了 哎 你这买了什么呀 给你嫂子买了一点吃的 她人呢 她呀 被我赶走了 什么 赶走了 妈 你别跟我开玩笑吧 哥 妈没跟你开玩笑 咱们老家那房子 咱们老家那房子不是拆签了吗 那咱们以后就是有钱人了 哎 你说有句老话说的好吗 叫门当户对 你看看那个黄脸婆 浑身上下一股穷酸味 哪里配得上你啊 干脆 那滚出去就算了 你最后就祈祷你嫂子没有事情 要不然我跟你没玩 你 妈 你再怎么办吗 不哭啊 你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呀 你看你把这事情弄的 哎 要不 你先出去躲两天 你哥气消了 说不定这个事就这样过去 行 那马上就走 喂师傅 我马上就到门口 你说等我一下啊 一分钟 下 小妹 你这是干嘛去啊 哥 你往家有点事 我先走了 哎呀 正好哥找你有点事情 走 哥回去 妈 你怎么又回来呢 小妹是我拉回来的 我告诉你小妹 逃逼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今天你必须给你嫂子道歉 要不然这事我给你没玩 老高 别发那么大火啊 儿子 你媳妇是我赶走的 有什么事冲老年来 妈 我作为你那儿子 我孝心 也尊敬你 但是并不代表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 当初我们家最穷的时候 靳姐嫁到我们家 那个时候过尽了苦日子 吃尽了苦头 现在咱们的生活刚刚的好起来 可以平平安安的 和和睦睦的 她不好吗 你现在这个时候 你居然要把她赶走 你这边瞎胡闹吗 哎 儿子 我 妈 这俗话说 千金难卖好儿媳 靳姐嫁过了这么多年 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你自己心里面没点数吗 你都是开在眼里的呀 她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 任劳任怨 往里往外 她从来没有说一个父子 要是没有进去 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妈 做人要懂得感恩 要懂得知足 你好好想想 老婆 我们走 儿子 我曾经等过你 因为我也相信